今天我们来做芝麻花生牛杂糖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每次我们想到吃牛奶糖的时候 可能吃的就是这种嘛 特别香口 所以今天呢 我们来做这个 按照我的步骤一步步来做这个糖 这个糖的这个配方呢 我都放在我的那个显示屏幕上 大家可以按这个配方去做 这个配方是我自己摸出来了 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 而且非常简单 这个配方里面的花生和那个芝麻 都是烤熟的 而且我选择的花生是带一点咸味的 因为在这个糖里面 你看那个黄油奶粉 棉花糖是带 本身是带有点甜味的 所以花生是一点咸味的 这种咸啊糖啊 甜的这两种东西在一起的对比 那个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这样一试 做这个糖的时候呢 首先呢要开小火 把这个锅加热 加热以后呢 我们就倒入黄油 让黄油融化 当黄油化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加入奶粉 加入奶粉以后也把它搅拌好 再倒入黑芝麻 都让它充分的搅合好以后呢 我们呢再倒入花生 其实这个干果里面呢 比如说开心果 你可以放 也可以放一些核桃仁 既然我们做的是芝麻花生糖嘛 所以花生呢 它是重头戏 我里面有一点的开心果的那个 那个果仁 充分搅拌 把它搅拌完了以后呢 搅拌好以后呢 就立马把它倒入到那个烤盘 那烤盘里面我首先放入了蜡子 这个蜡子呢 可以防粘 因为这个东西做出来非常粘的 所以我们放入蜡子里面 以后就不用怕了 你就可以戴上一副手套 就是食用厨房用的那种 干净做食品的用的那种手套 马上就开始来按压 趁它还有点温热的时候 压的时候很方便 很快就会压平了 因为它这个 它凉了以后发硬了 你就不好整平了 所以趁热的时候 对一会把它 就用手按压戴上手套 因为那个厨用手套还是非常好 你这个去按压不粘的 所以把它充分整形好以后呢 放置一边 让它冷却 所以一般可能要等一个小时以后吧 就会放入蜡子里面 然后再放入蜡子里面 就会放入蜡子里面 就自己去这个mente子里面 就家里放入蜡子里面 然后再放入蜡子里面 就像鱼子里面 就已经炒到蜡子里面 所以就像食用的 是从鱼子里面 这些东西里面 就像鱼子里面 正在锅部分 你发现已经不热了 而且有点发硬了 你就可以来整形 按照你喜欢的大小尺寸的 你就可以把它切好 你拿一个什么 拿有锯口的刀 或者就一般我们切菜用的 那个大板刀也是可以的 你就把它按照你喜欢的大小 你就把它切成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喜欢切成小时候那种鸡的味道 那种牛渣糖是长方形的 但是这个刀就这样子要拿着 然后就像鸡的水一样 是包上去的 就像鸡的面团 只有一些厚人就好 像鸡的一样 鱼皮 切成鱼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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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完以后一块块的小糖就这样产生了 这样你怎么包装和储存呢 如果有糖果汁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包起来 如果没有糖果汁也很简单 你就用家里厨用的这个腊子 你把它剪成那样的大小把它包好 你放在糖罐里面可以吃一段时间了 非常的香 因为里面有芝麻和花生 而且这个咸味和糖味的对比 真的是让你味蕾感觉到真是不一样的 非常的好吃 所以大家也跟着做吧 因为你家里有孩子的话会很喜欢的 所以包括我们大人也很喜欢吃 所以大家动起手来做吧 也增加一些节日的喜感吧 反正我们也快过春节了 然后再把它切使用 今天我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请大家继续关注北美生活 谢谢大家再见